小丫头 说说看 小叶炎是哪里触犯了你 您若有心知道 查一查并不难 难怪伤纵海那么看重你 不仅胆识过人 头脑也很凌厉 你比你母亲优秀太多了 有时候优秀也不见得能保命 那你不妨说说 要怎么样才能保命啊 都是个人捉剑 不适合在你面前搬门弄斧 一退为进虽然是良策 但用多了 未免显得底气不足 您说得对 小姑娘 和柴尔曼作对 可有什么说话 自然有 小老先是手段高明 我还需要多加学习 孩子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动了我一个儿子 就真的以为能搬到柴尔曼 我爸时常教导我 做人要食食物 不能不自量力 我一直紧急在心 所以 也从来不会眼高手低 言外之意 搬到柴尔曼 力所能及而已 太有自信了 不是自信 是知己知彼 您真要度我 不会选择内阁府 小红道捏着茶杯 轻轻用力 一声细微的碎裂声 从他掌中传来 啊 何意见他 李翘对着他举杯示意 这么多年 您做事从来不留把柄 还没有找好替死鬼 怎么会贸然出手 说话间 李翘将茶杯里的茶水 一言而尽 当他把紫砂杯 放在桌上的刹那里 杯子碎了 一分为二 抱歉